M.I.H.A. 心活台 小丹教學和你一起吃喝玩樂 作詞・作曲 李宗盛 作詞・作曲 李宗盛 我們繼續講 除了在顏色上和剪裁上 其實在選婚紗的流程上 或是在Big Day上 一個婚紗怎樣去穿 你可不可以教大家 好的 因為我手上沒有婚紗在手上 基本上一定要試上身才知道 因為有時候我們選婚紗 原來有幾個誤區 很多時候新娘子 會誤以為有一件婚紗很漂亮 但為何穿上身又不漂亮 因為夢想和現實是不一樣 好 繼續 所以我們都會建議 新娘子真的試上身 其實有時候不是說 新娘子穿得不漂亮 可能又不是婚紗的問題 而是說其實有些Cutting上面 譬如你說歐洲人的身形才對 那些是很漂亮的 相模特兒穿很漂亮 但很多時候不適合我們 對 很多時候不適合我們 即是香港人自己女生 因為我們香港人始終會是 可能矮一點點 以及會受削一點 就變了很多時候穿上身 為何和自己差距有出入 沒有想穿 所以其實我們都會希望 你真的試上身 對 去做一個比較 第二 有時候你說穿上身 就不是特別漂亮 但拍照又很漂亮 有時候都會有這些Case發生 我們都希望 其實最重要 因為其實有時候 你自己看的東西 和拍照效果都不同 拍照有時候 我們大約日的時候 其實最重要 拍照的時候 都是漂亮的 所以其實選衣服 除了穿上身漂亮 拍照漂亮也很重要 很多時候我發覺 如果穿上身 你看起來漂亮 可能是一條婚紗 某一部分 特別focus你的視線 覺得它的細節很漂亮 但如果拍照漂亮 其實是整體整個線條 和美麗漂亮 所以覺得漂亮 是的 沒錯 因為你一拍照 已經馬上把立體的東西 變成平面 是的 沒錯 所以我會認為 拍照漂亮 一定不能輸 不能輸 這件事 都很重要 是的 所以我們一般來說 可能給客人上來 選了自己心儀的婚紗 我們一般都會給客人 一些意見 你的身形 其實穿什麼婚紗 更加適合你 或者更加漂亮 當然我們都會先了解 他們的喜好 每一個女生都想 穿自己的dream dress 如果客人的喜好 是跟她的身形 膚色 又或者是比例 完全不配合 那你會怎樣做 我會給一件 我會照給她選 讓她試她自己喜歡的那件 而我也會給另外一件 是我們為她選擇的 可能更加適合她的一件婚紗 她自己可以去比較 因為我相信穿上身 客人自己會最能夠為自己做到的決定 那也是 到最後就是給她自己決定 我們給的最多是極其量是 專業的意見 是啊 因為最終決定穿哪一件 其實都是新娘自己決定 她會因自己身形 或者場合 自己style 那喜好就不等於適合 是的 這兩件事不能畫上一個等號 其實化妝也是 哈哈哈哈 都真的 有時候 如果客人是根據自己的意願去行 到最後整件事未必是最適合她 都會有這個情況發生 但最終我們都會尊重客人自己的一個決定 當然 是的 另外 剛才就說到 繼續留情信 繼續 好 如果試分紗 其實我知道應該好像是有第一次來試 然後又有第二次來試 又有最後來試 我是不熟悉的 你可不可以為大家解釋一下 為何要試這麼多次 好 其實一般婚紗店 其實 因為婚紗店是做一個服務行業 是 客人的身形 有機會 因為其實你租婚紗 可能我現在來租 是課 一年後結婚的事情 已經是 是 中間一年裏面 有機會身形有變 是 或者也會有些情況 就是說 有了BB 有了BB 或者 突然減肥成功 或者又肥了這樣 都不奇怪 喜喜順 喜順 不是這個 減肥成功 是的 都是開心的事情 都試過有不同的新娘 即到Big Day前 其實都有轉變身形 突然瘦了香港 是的 我們為什麼會讓她這樣去 其實一般來說 會讓她試身 除了第一次選了款 之外 之後一般都會有一個 叫做Final Confirm 這個所謂Final Confirm 其實是 因為我們比較貼心 希望新娘子 可以真的在Big Day前 去選擇 她們更想要的款式 或者可能其實 一年後那件婚紗 已經不喜歡了 或者我有更加喜歡的款式 她可以讓她選擇轉 第二 就是可以因自己的身形 然後再去選擇 如果真的有什麼變故 都可以改 其實我都見很多新娘子 是來試妝的時候 跟她Big Day的時候 那個新年真的可以差幾個碼 是的 即是有時候 我那個試妝 是有些carry不到的東西 到最後是突然carry到的 是的 因為每個新娘子 其實很多新娘子 都會在Big Day前 真的會去減肥 減肥 美白 脫毛 然後很多事情搞的 是的 所以那一天真的是 人生最漂亮的一天 是的 所以其實我們很明白 而且也明白 其實她當初選擇的時候 都會有三心兩意 所以我們給Final Confirm 最後你選擇到你最想用的款 最想穿的款 然後一般之後的流程 就是我們會幫她度身 是的 因為那個Suppose的身形 已經是跟她結婚前 結婚那天是最貼近的 我們就會安排師傅幫她改衣 但是現在很多衣服都是綁帶 是的 綁帶其實有它的好處 通常有綁帶 有拉鏈 或者現在有一些 拉完再綁 都有 都有的 那些小鈕 那些小鈕 那些很小鈕 拿完後面一排 那些布包鈕 很多時候 那些是歐式的 或者是 那些布包鈕會出現 那些後面師傅那些款 很多時候 我有時發現一些是假的布包鈕 旁邊有拉鏈 是的 有這些的 因為他們的設計上是做的美感 那有什麼不同 例如是綁帶 拉鏈和布包鈕出來的效果 有什麼不同 嗯 其實你說這件衣服能夠最修身的 一定是綁帶款 因為綁帶款 我們可以因應不同的身材 去索緊它 你令我想起以前歐洲 宮廷那些 用雙腳撐著那個海人 其實 其實差不多 是的 如果我們教客人綁衣服 其實 可能是加上她的姐妹 這樣 我們一般會綁線 然後就會 真的這樣 可能我們不會用雙腳 建議她 用雙手 這樣小小小小 這樣扯進去 是 這樣的話 你就可以因身形 來穿回那件衣服 這樣的話 就會呼不出氣嗎 哈哈 因為其實現在很多婚紗 也有馬甲 本身裏面 是 很顯瘦的 可以包 遮住肚腩仔 這樣 其實都真的 我自己試過做model 穿那些 不是很透氣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過那一天 是真的 是瘦一點 是很瘦的 是啊 都不是很想吃東西 哈哈 我覺得綁帶有一個好處 當然她也有她的壞處 對於我們化妝師來說 是很怕見到綁帶 例如在新樑房裡 你沒有人知道發生什麼事 可能預你15分鐘出來 但其實我們有10分鐘 又在綁帶 哈哈哈哈 然後有5分鐘在你脫之前 到別人敲門的時候 就變成了 可以了嗎 嗯 還沒轉錯 哈哈哈哈 是無辜的 在綁帶 是的 但是當然會有一個好處 就是穩陣一點 因為我其實是試過 可能有些婚紗店 他們的婚紗 質素不太好 嗯 拉鏈爆了 嘩 這個 真是很難的事情 是的 拉上去撲一聲 整條拉鏈 即是中間爆開了 即是你說綁帶 你脫掉了一個洞 那都可以繼續綁 是啊 拉鏈爆了 拉鏈是麻煩一點的 整個背變了露背 想獨讀化妝課程 又或者了解一些詳情的話 就記得搜尋右下的QR Code 去MIHK多看看吧